你什么思维,什么命 知乎上曾有人提问 是什么造成了人与人的差距 其中高赞的一个答案是 思维方式的不同 思路决定出路,思维决定高度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 关乎着他为人处事的格局 和人生的结局 拥有下面这五种思维 才能在人生路上更好的前行 有一次,林肯听闻作战部长爱德华 史丹顿骂他是一个笨蛋 林肯却并没有因此而生气 反而是心平气和地对旁人说 如果史丹顿说我是个笨蛋 那我一定就是个笨蛋 因为他几乎从来没有出过错 我得亲自过去看一看 了解情况后 林肯才得知 原来是自己签发了一项错误的命令 所以才招来了史丹顿的责骂 于是他亲自去建了史丹顿 并且迅速收回了成命 作家程甲在《好好学习》一书中 提出过两个概念 当听到别人建议时 不假思索就产生排斥心理 认为对方是在挑刺 被称之为红灯思维 而绿灯思维的人 则会抱着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让自己从中汲取经验 林肯就是一个典型绿灯思维的人 即便是面对质疑的声音 也能理性听取 让自己从中受益 想起乔布斯那句著名的话 我特别喜欢和聪明人在一起工作 因为不用考虑他们的尊严 并非是聪明人没有尊严 而是他们更关注自身的成长 能以一种包容的心态 去倾听不同的观点 开启绿灯思维的人 才会拥有更多成长的可能性 在人生路上顺畅通行 转弯思维 宋代时 有家书院请一个叫于涛的石匠 雕刻了一座孔子像 完成之后 却发现雕像的眼睛 不是直视着正前方 而是向下看的 书院修这尊雕像的目的 就是希望学子们能在孔圣人的注视下好好读书 于是就要求于涛给雕像修改眼睛 于涛听了却犯了难 雕像已经成形 如果再修改眼睛 那势必会破坏整体的美感 他思虑再三 对书院的管事说 不用修改眼睛 只要再雕上一张书桌和一本书 摆在雕像下面就行 学生们看到圣人学士温博上在学习 就更没有理由偷懒了 书院的管事一听 连连点头称事 而加上了书桌书本后 雕像变得更有韵味了 前来参拜的人也更生从前 本是一桩麻烦 可换个思路 事情就转危未安了 生活中 我们也常会一个不留神 就走入某个死胡同之中 这个时候 一味地横冲直撞 只会让自己遍体鳞伤 听过一句话 水能直至大海 就是因为它能巧妙地避开所有障碍 不断拐弯前行 人生之路千千万 不是每一条能直达终点站 懂得转弯 是一种莫大的智慧 懂得转换思路 方才有新的出路 拥有转弯思维的人 没有永远的困境 他们总是能以便应变 从容应对人生路上的种种模拟 窄门思维 圣经中有一段话 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人总是习惯性地选择宽门 可越往后 才发现路越走越窄 而一开始选择进入窄门的人 道路却会愈发地宽广 这就是著名的窄门思维 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所军事学校举办了一场士兵越野比赛 比赛那天 有个小伙子正在发高烧 他浑身都使不上劲 比赛开始不久 他就远远地被甩到了大部队的后方 二十分钟以后 他来到了一个岔路口 一条路的指示牌写着士兵专用 这条路看起来十分的曲折漫长 而另一条路的指示牌上写着军官专用 放眼望去宽阔平坦 小伙子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选择了那条崎岖的小路 却意外地成为了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 原来那段军官专用的道路 只有看得见的那一小段是平坦开阔的 后面的路越来越难走 而士兵专用的那一条 则正好相反 日剧问题餐厅中有句经典台词 迷茫的时候 要选择那条难走的路 这世上从没有捷径 即使有 也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假象 在昙花一现的美好过后 苦难就会加倍地奉还 愚者贪捷径 智者入窄门 那些顶尖的高手 总是会选择那些艰难的路段 修炼好一技之长 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曾看过一段成龙的采访 说起他刚出道时 并不被大众所看好 他一直梦想能成为第二个李小龙 在早期的影片中 常常模仿李小龙的打斗动作 可票房都以惨淡而告终 古龙先生更是当了众人的面 直言他的剧本 是给江大卫这样的英俊小声演的 成龙则与他心中的侠客形象相差甚远 可成龙没有因此一蹶不振 他一改传统的武打动作 将滑稽搞笑的武打设计 融入影片之中 也正正因如此 才开辟出了一条 独一无二的功夫喜剧之路 朱玉在前 成龙没有一味的钻牛脚尖 非要变成另一个李小龙 而是另辟蹊径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常言道 条条大路通罗马 有人走的是阳关道 有人过的是独木桥 走不通时 及时换鬼才是破局的关键之道 换鬼不代表懦弱认怂 而是一种懂得取舍的胸襟和智慧 不是每一堵南墙都值得去撞 人生有许多时候 放得下笔拿得起更为的重要 拥有换鬼思维才能及时止损 减少无畏的自我消耗 拓宽人生的轨道 才能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 比成功更进一步 赛点思维 张艺谋在成龄以前 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他在西安棉花厂里工作了七年之久 才等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机会 可当时他已经28岁了 远远超出了招生的年龄范畴 他深知这是改变他命运的机会 于是就给文化部长写了一封信 表达了强烈的求学渴望 并将自己平时满意的摄影作品 精心整理成册 一起寄了出去 部长看到后 被张艺谋的才华和勇气所打动 这才给出了特批 建议电影学院破格录取他 张艺谋也才得以 燃了自己的大学梦 他曾在采访中坦言 当年能上电影学院 是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机遇 若是他没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他这一生恐怕都只是一名纺织工人 抓住了这个关键的赛点 他的人生才拥有了逆风翻盘的机会 这就是赛点思维 当比赛进入了决定胜负的时刻 一定要拼命抓住机会 奋力一搏 人生有无数个机会 有的无关痛痒 有的却至关重要 把握住了就能逆转命运的轮盘 巴菲特也曾说过 在他过去40年的职业生涯里 只有12个投资决策 使他拥有了现在的地位 拥有赛点思维的人 就像是一只潜力骨 哪怕他们也曾错失良机 却总能在下一个赛点来临之际 拼尽全力 为自己的人生迎来转机 顺丰创始人王卫所说 一个人成功一次 也许是偶然 但若能长期成功 那肯定有其独到之处 可能从思维到行为 都跟别人不太一样 思维的高度 决定了人生的高度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思维 就会拥有什么样的命运 唯有不断推动思维的墙 人生之路方才能越走越宽 思维决定命运 我们需要培养以下五种思维方式 首先 绿灯思维能包容不同观点 开阔我们的视野 其次 转弯思维让我们善于变通 面对困境才能化险为夷 再者 窄门思维选择难能可贵的道路 坚持才能达到成功 最后 换轨思维让我们及时止损 赛点思维能抓住机遇 改变命运 思维提升 需要时间的积累 但它能决定一个人的高度 持续推进自己的思维 我们才能在人生的舞台上 更进一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